这次薛商的话你根本就没路好走了嘛 好的谢谢台北的李先生 刚才好多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意见要请 王教授先简单的则要回应一下 对我想那个大家比较关心的还是说 马兼任党主席之后对于将来两岸关系的演变 特别是想的比较远一点 我想那个我想就像我一直认为说 这个如果两边的距离比较接近的话 要谈那些比较高层次的东西会随到渠成 现在谈将来怎么统一 怎么样的位置怎么分配 这个是言之过早 我觉得台湾两岸现在最大的分别是一个制度的问题 那么我觉得在大陆的未来 可见的未来没有多党制的可能性 大陆的学者和一些领导官员的话 强调的是所谓的党内民主 那再反过来看国民党很奇怪 就是说虽然台湾的政体已经民主化了 但是在这次党主席由总统来监选的话 好像又是一个反民主的一个做法 所以说台湾的这个党内民主的话 是不是也有可以改进的空间 那比如说刚才有一位观众提到说 是不是党主席有人出来竞选 然后发表一下证件 然后让一般的党代表可以有投反对票 这个权利的话是比较好一点 好的也是刚才很多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意见 想请蔡伟教授也回应一下 简单的则要回应一下 另外我想加一个问题 大家都说这个马英九要上来之后 是不是能够以他亲年的一个 清廉的理念来改革这个百年老店 接下来马英九要怎么改革这个百年老店 党内的改革如何进行为 想请蔡伟蔡教授评论一下 你是要我先回答前面的 还是都回答你第二个 我其实蛮赞成刚才王教授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的观点 大家显然对于民主和法治都有很大的渴望 比如说两人竞选 比如说政见宣布 还有另外就是说 这个新闻自由 这个诸如此类的东西 主导自由 我觉得基本上 刚才维正也特别提到了 这个党内民主 我觉得中国大陆这方面 确实有很多可以期许的地方 那国民党这一次 在选举的过程之中 也让我们看到了 他的相当文化 好像还是没有完全的改掉 但是我们大家也必须知道 民主并不是一个魔术子弹 他能够治疗一切的问题 那回到第二个问题 您刚才问了什么问题 我忘了 国民党这个百年老店要怎么改革 这个玩意 真的是这个国民党 确实我是觉得 他要像当初到台湾来的时候 也要进行一个彻彻底的 全面的改造 但是要怎么样的改造 我觉得可能 首先从这个 这个思维和这个做事的方式 我们跟他们打交道久了 我知道即使他们在 这个失去执政权以后 他的作风还是相当的官僚 还是好像是 一个执政党的样子 我觉得国民党确实是 需要好好地改造一下 好的 王维正教授好像要补充一下 很短的 就是说当台湾的政体 已经变成是经过了 这个政党轮替 变成一个民主政体 那么执政政党也应该 变成一个民主政党 比如说一个可能的方向就是 不要再采取过去的 把这个所有立法院 监察院 司法院 全部都拿到中常委里面 然后变成所谓的副主席 因为民主的一个真谛的话 就是要制衡 如果有了有效的制衡的话 马总统他兼任党主席的话 并不是一个问题 所以如果说今天想象 比如说有人讲说 马王有心结 把王请来当做副主席 然后又怎么样怎么样 这样的话就是变成一个将冈文化 那么所有的在中常会里面 决定的政策 再交给立法院的这个 从政同志去执行 这是过去的文化 这是在列宁市政党时候的做法 那的话就不可能 改造成为一个民主政党 我还有一个很快的问题 请教两位来宾 就是年底的县市长决定 目前看来是马英九 这个接任党主席之后 第一个最重要的挑战了 可以说他的期中考 两位来宾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个接续刚才那个 就是说国民党要改造成一个 民主政党的一个 一个很好的一个指标 因为一个在民主国家的 一个政党的主席的话 最能够操纵的就是政党 那个就是说那个候选人的 一个提名权 所以我想这可能是 马英九他要争取 做党主席一个主要的考虑 当然也是为了他 就是说这个 这个县市长选举 选好 为他将来那个连任的话 也铺路嘛 对不对 那蔡伟佳教授 你认为马英九最大挑战 是不是这个年底的 县市长选举 还是有其他更重要 对呀 唯正可能在美国待久了 都是美国的标准 但是国民党的 他这个政党属性 基本上还是一个年龄式政党 他如果这个东西不改 实在是很难 另外就谈到这个选举 坦白的讲 国民党从来没有 因为选举失败 要党主席下台负责的 这个优良传统 所以年底到底会不会选输 这个现在都有讨论的空间 看起来经济是在复苏 看起来这个最危险的 这个台北线 都说不定可以透过严选 透过这个行政体制改造的方式 可以拖一阵子 大概国民党还未必会输 输了 马英九也不必下台 好了 最后的两分钟 将请两位来宾 各以大约一分钟来做个简单的总结 先请台北的蔡伟蔡教授 好 谢谢东宁 其实 这次这个马英九 参选党主席 基本上 就像我前面跟各位报告了 第一个 它是主要是内政的考量 第二个 不是它巩固权力的一个结果 而是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之中 可能还有很多的变数 马英九的政治艺术 政治技巧 任何这一部分 还有很多值得处理的 这个改善的地方 另外就是有关马富贿 我个人觉得我同意这个维政的讲法 这个是水到渠成 随时如果双方面都觉得客观条件满足了 都可以做 那说不定今年年底这IPAC见见面也未堂不可 好的 谢谢蔡教授 最后的一分钟 王维正王教授 我想大家看到就是说 马英九他这个党政合一的一个现象 那我们要问的说 这个最后的他的目的是什么 是要增进效能呢 还是说要集权 就集权变成专制 那我想如果说 现在台湾老百姓对于民主的话 这一个概念本身来讲的话 是相当的福音 但是对于政府的效能的话 还是有蛮高的期望 所以我希望这个 马变成党主席之后 能够至少能够减少 这个立法院和党部对他的撤肘 未必是要能够驾驭这个党部和立法院 那么我想那个 还有一个危险性 就是说虽然要完全执政 而且马对自己的期望相当高 但是否是这样的话 让总统在势必 事事都势必公亲的话 是否失去一个道德的制高点 好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继续来深思 谢谢王维正王教授 不过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 再次感谢美国李世满大学政治系的 王维正王教授 还有台湾文化大学中山研究所的蔡伟蔡教授 当然了还有听众观众 陪我们您的参与 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 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另外呢 今天来不及参加我们讨论的听众观众朋友 如果您对两岸关系 或本节目有任何的看法 也欢迎您寄送电子邮件给我们 下面就是登陆美国之音网站 即发送电邮的具体方式 美国之音中文部网址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中文部电邮 Chinese at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 踊跃不打电话 发表您的看法 或是将您的问题 事先寄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子邮件信箱 来信时请注明海峡论坛 另外最后也要提醒您 别忘了经常登陆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www.voachinese.com 上面有更多有关于两岸关系的 即时报导和影像资料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我是凡宗宁 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 以及今天在台北 与我一块主持的中广新闻网 叶博弈先生 祝您晚安 我们下周节目同一时间 再会了 文章